駐美代表蕭美琴戴著粉紅棒球帽 穿上大聯盟紐約大都會的球衣 來到紐約花旗球場 參加第十六屆大都會台灣日活動 參加開球一試前 蕭美琴坦言有一點緊張 開球卻挖了地瓜 蕭美琴笑自己 看得多打得少 不過非常榮幸担任開球嘉賓 並稱讚前大使高碩泰比較厲害了 其實開球最強的是我的前任 高碩泰大使 他非常專業 而且從年輕就有練過 總統蔡英文也再度登上花旗球場大一幕 向紐約球迷介紹台灣 這一次蔡英文介紹了 幾位在奧運表現傑出的運動員 也順道感謝美國捐贈疫苗 駐紐約台北經文處處長李光章介紹 大都會球團首度印有台灣No.1的紀念球衣 領取的球迷相當踴躍 還有台灣球迷到現場看比賽 對台灣為主題的活動感到驕傲 很少有機會能夠有這樣完全以台灣作為主題的活動 然後尤其在現在這樣的疫情的時候 我覺得身為台灣人真的是很驕傲的一件事情 國樂球場內場外也是有攤位 宣傳台灣傳統民俗表演與觀光 人氣吉祥物歐雄也現身會場 炒熱現場氣氛 也讓更多球迷認識台灣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